对吧 这绝对是可以去理解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把这个资料 重新建立 重新把来源资料设定好 所以依点选常用底下的 这个转换资料取得资料来源 然后接下来你看 这个资料夹对不对 不对 因为我应该是要连接到 就是刚刚有加一个202211 对不对 什么出口202211这个资料夹 里面的档案才对 好 所以点选第一个档案是出口 所以变更来源 然后点选浏览 透过浏览来去找本机 下载 里面的这个出口202201 里面的出口这个档案 这样才对 可以吗 因为当时我在做这个档案的时候 我不是用资料夹 好 点选开启 确定 好 这样出口是不是改掉了 接下来就是在进口 进口 你看 进口是不是应该是在进口202201 这个资料夹下面 这个资料夹下面 所以这边也要去变更来源 然后点选 透过浏览钮找到正确的位置 它是在下载的进口202201 里面的进口 然后点开启 确定 关闭 接下来呢就要重新整理 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自己手动点一下这个套用变更 不过如果说你没有点这个套用变更 可能就电脑要自动帮你点 可能有时候它会自动refresh 自动refresh 自动重新整理 它是有时间的 它是有一个时间 每15分钟一次 自动 你不refresh 它也会自动帮你refresh 可以吗 但是我想没有人会在这边放着电脑 让它等等等 也许十分钟后 也许几分钟之后 所以你就自己手动点 这个套用变更 就是